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报告书后达322页 但这一次并没有念报告书 而是经由议会同意 由市长报告8年的施政心得 分享如何翻转基隆治理城市 基隆市长林又昌在基隆市议会进行任内 最后一次市长施政总报告 虽然报告书后达322页 为历年来市长之罪 也展现任内推动的政绩 不过林又昌这次并没有念报告书 而是经过议长蔡旺连 征询议员们同意后 报告8年的施政心得 对于带领市政府团队 8年来推动各项市政建设改变基隆 林又昌很有信心认为 治理基隆的经验 已经成为治理城市的教科书 因此也希望基隆甚至是各县市 想要参选市长的人选 可以听听看他的报告 如何翻转基隆治理城市 创造所谓基隆障碍 其实我们现在基隆的一个经验 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教科书 我常常说其实基隆 我们能够完成的 基隆可以做的 全台湾其他县市 应该也一定做得到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条件 是最缺乏的 我们的相关的资源 人才的条件 是相对匮乏 我们并不是指驾市 虽然我们是在大台北首都圈里面 但我们却是唯一一个 不是指驾市的一个城市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当基隆市我们能够成就的 这些成果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提供给 其他城市来参考 也可以让其他的城市 更有自信 来改造 他们自己的城市 跟假想 所以 其实我是蛮希望 包括现在 我们本市的所有的市长的候选人 甚至是包括全台湾 现在正在选举的市长候选人 其实可以听听看 我们这八年 我们是怎么样 让一个吊车尾的城市 变成前段班 我们怎么样建立基隆经验 我们怎么样 甚至创造了所谓的基隆的障碍 包括改善基隆财政状况 如何带领市政府各级政务官 事务官 以及公务人员目标一致 推动市政建设 和站在中央 以及临近县市政府立场 共同合作 争取协助 突破困难 达成建设目标 让基隆从吊车尾的城市 脱胎换骨 赢回基隆人的荣光 林又昌感谢前议长宋伟丽 议长蔡旺连 以及所有市议员们的支持和鞭策 更感谢所有市民 给他机会能够推动市政实践梦想 让所有市民都成为骄傲的基隆人 市政的报告 322页 这些是成果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是 我们怎么样去达成这个成果 这些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用口号换来的 而是透过很多的一个努力来完成的 那最后呢 在这次322页的市政报告的最后一页 通常我们在写报告的结论的时候 会写得很长 但报告的最后一页在314页 我们的结语是 基隆就是一个成就梦想的一个地方 基隆其实就是一个成就梦想的一个城市 那未来基隆市的一个挑战在哪里 基隆市的挑战 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在大台北首都圈 北北基陶 这一千万人口的这个都会的范围里面 去积极的扮演我们的角色 然后去积极的去成就完成 我们这个城市所能够提供 或者是所能够给予的一个贡献 也就是回到刚刚一开始我讲的 今天我们要帮中央 我们也可以协助我们身边的其他的城市 同样的北北基陶首都圈 如果要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不管是台北新北或者是桃园 也应该站在其他城市的立场跟角度 来思考并且协助解决问题 这样子大台北首都圈一千万的人口 各自都市里面的问题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得到解决 如果只是在自己的辖区的范围里面去找答案 通常是很困难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年代 需要的是更大尺度区域的一个合作 所以最后在这边满满的一个感恩跟感谢之意 感谢议会 感谢议长 感谢市府团队 感谢所有市民 让我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推动市政 然后能够去实践我的梦想 让所有的基隆市民 大家都成为一个骄傲的基隆人 谢谢大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9月28号教师节前夕 基隆市政府举行教师节表扬大会 包含了包括教育部的师債奖 教育奉献奖 教则奖 信坛分发奖 优良特教人员 服务满时20 30及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 还有Super教师 共计334人 上台接受表扬 他是今年荣获四多奖 五轮国中 叶宜君老师 任教20年 热爱科学研究的他 无思无悔的指导下 学生在国内科展成绩 相当亮眼 其实在教学生涯当中 也持续了20年 那每一个学生基本上来说 都是 我觉得是我人生的贵人 也就是说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那因为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那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还相信我是可以继续 跟这些孩子在一起 然后也希望说能够帮助他们 让我们互相成长 然后让自己跟未来的孩子们 能够得到更多人生的启发 这样 而教育奉献奖 王炳基老师 智力推动体育教育 提拔潜力球员 培育不少蓝潭新秀 另外特教优良人员 由商人国小张小兰老师获得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学习的心态 然后从学生的角度里面 然后学到更多的东西 其实一直都在从学习的里面 从做中学 然后每一次的教学里面 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想法跟感受 那很感谢我所遭遇到的一些学生 然后每一次呢 虽然有一些教学的一些挫折 但是从每一次的挫折里面呢 都会带给自己更多的一些启发跟想法 市长林欧昌亲自颁奖给获奖老师 强调因为大家在第一线的付出 让基隆已经超越双北 营造更好的教育环境 所以现在的年代 老师变得比过去更不容易 而且也变得更辛苦 师生的环境改变 还有这个老师跟家长之间的关系 也在改变 所以各位老师非常非常的辛苦 在我们基隆市的教育的第一线 那市长再一次的感恩跟感谢大家的一个付出 当然这几年 我们在包括蔡司英委员 还有我们议长 副议长 还有各位议座 大家的一个共同支持之下 我们基隆市的教育的经费 说实在是从来没有再删的 我们的议会跟市政府 大家全心全力的支持教育的工作所需要的一个预算 民养午餐的部分 我们会持续来加强民养午餐的推动 又或者是在推动学校的校园数位化 学校的国际化的部分 我想这都是未来基隆市 应该要努力继续往前推用的目标 让家长会 学校 老师 成为共同的伙伴关系 是我们努力发展的目标 在我们基隆市的教育里面 其实不管是校长还是老师 都是非常的年轻化 而且在不同的思维里面 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在这边 刚好趁着今天这个教师学表演大会 也仅代表我们基隆市 所有的学生跟家长 来感谢这些老师在这些 教育岗位上无私的付出 然后能够在持续在 教育理想上 能够创造出不同的方向 让我们的学子能够受费更多 有非常多的年轻的老师 投入基隆的教师行列 那每个老师的 新颖的教学方式 都让人刮目一心 那也非常祝福这些老师 在未来都能够 非常的一个平顺的教导 我们的孩子 也让我们的孩子 都能够顺利的 一个获得很良好的一个知识 这场教师节表演活动 在优扬的月身中开场 表演包括福建满10年 20年30年和40年 之身优良教师 总计有334人获奖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 蔡世英提出了地方创生的政见 将强化太平山城 孝三入街区 一二入商圈 正兵和平岛四大创生基地的能量 并规划中正路的红砖屋 成为青年创业的富裕基地 继续打造基隆地方创生的亮点 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 蔡世英再次议员同志委 张浩瀚及基隆市 深耕文化创意协会理事长 裴同夏提出了地方创生政见 这是我们提的在一二入的商圈 那另外最重要就是在委托航 小山截区这一块 委托航的部分我要非常感谢职位 刚开始职位在莫迪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有告诉职位说 应该很难推动 因为那边的每个年纪都 大我跟大职位非常多岁 但是我看到了职位 还有在地创生的困境 每个委托航开发截区公司 他们一个一个的去跟大家沟通 我们也看到委托航 一个一个的重新 变得一个站得起 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 那这些都是中央地方合作 好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四大基地的创生能量 自由市政府核定完之后 市役的下一个阶段目标 就是要继续强化这四大基地 让大家能够重视它 让大家能够引力 这是我们的重要目标 那另外除了这四大创生基地之外 我另外会推动我们现在的水产屋 为青年创业的湖域基地 基隆市政府已经把这个案子招标了 接下来就是交友市役来运 我们相信 当有一个青年孵化基地之后 搭配四大创生点 我会让基隆成为台湾 在做地方创生里面 最闪亮的一个真主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跟蔡市长有共同的目标 也就是以维多航成功发展的经验 今天我们要打造一个仁爱区 把它变成一个观光朗袋 第一个我们用为多航 为中心串联仁爱市场 庙谷夜市 还有孝山路美食商圈 最重要的是我们仁爱区 还有非常多间的 百年历史庙与包 秦安工电机工代理工等等 我们要把它提升成一个 文化经济的层次 然后变成一个 可以提升商业价值 也可以提升经济产值的一个目标 未来我们仁爱区的发展 由蔡市长来带领 我们相信可以值五代 当初我们在 我们在林洋桑市长的一个 市府的一个团队支持下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展现 那好的成绩展现 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市长 让我们能够持续来延续 那对这边地区最大的 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影响 就是因为我们在 中正路上面有一个红栓屋 未来会产生成为我们 基隆重要的一个 青年文化呼吁基地 而根据绿营内部一份最新民调 蔡市印的民调 暂时领先对手 我们党籍的市长参选 谢国良 蔡市印出席活动时 这样回应 近这段期间 也是我们中秋佳节 以及过去上个月普渡的时间 我想适应 走遍了基隆市的大街小巷 也让基隆市的市民了解 市印这次参选基隆市市长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 在最近期间 市印开始公布 市印的公共政策 一个接一个的公布 也让市民朋友非常领处的了解 市印能够 百分之百的 街帮基隆延续光荣 那我相信也因为这几个原因 所以 在相关的民调部分 过程当中 有看到市印 有些位领先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不论 民调的结果怎么样 对我们来讲 就是全力以赴 努力的争取 基隆市民的认同 那我也相信基隆市民 对于这场的选战 选择谁来当基隆市长 非常清楚 就是谁能够接棒基隆 延续光荣 谁能够让基隆 过去这样的一个 光荣感能够继续走下去 让基隆不走回头路 蔡世印一个早上 就连跑三个行程 还公布了地方创生的政策 希望获得选民认同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道 由立委蔡世印市议员 张炳君 中晋盛及宋伟丽 一起争取的 由泰热客运经营 从中山区大庆大城市区出发 经由台北市行天工 来到自来水处 新增加的1550B及C线 第二条快捷公车 9月14号顺利开通了 在立委蔡世印和市议员 张炳君 宋伟丽 以及庄敬盛一起争取下 由泰热客运经营 从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出发 经台北市行天工到自来水处 新增加的1550B及1550C线客运 9月14号顺利开通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和中和里长苏彩雪 以及和庆里长李詹琦 一起搭乘首发车 关心乘客的感受 很感谢张炳君议员 蔡世印立法委员 还有庄议员 庄议员 宋伟丽议员 三位 蔡世印立法委员 争取蔡热 還有一两公司 在我们这边 中和路这一带 这下行驶 让我们的居民 能够有备力的上班的时间 谢谢 要增开泰勒1550BC到我们大甘寧 能够让我们所有住户里民的权益 我们当里长的理所当然要热健提成 搭乘首发车的乘客 希望中山区 直达台北的客运车辆 当然是越多越好 就很方便啊 然后直达车 就是希望可以多一点这样 所以也希望他的班次 再继续增加 然后来招呼我们 大概离去中山区的居民吧 对至少就是 可以不用汽车到市区这样 市议员张炳君强调 会收集乘客和通勤族的意见 作为协调改进1550B 及1550西线发车班次时间 和停靠点的基础 这一个路线 可以提供我们中山区的居民 相当大的交通的便捷 未来除了解决通勤族 通学族的通勤问题以外 更可以借由快捷公车 来让我们中山区的发展变得更好 而这一条路线 是由我们大兴大城发车 然后沿途有经过我们的 行天工 中江路 新生路 直达到自来水公司 那一天有54个班次 也欢迎所有的民众 有任何的建议 随时能告知炳君 我们一定会来随时的 滚动式检讨 提供更方便的快捷公车 给大家搭乘 张炳君也希望1550B 和西线的开通 除了改善中山区通勤族的需求 也能够有效载运台北来的游客 到基隆中山区带动当地观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9月24号礼拜六 一起来基隆市外木山走走吧 全国万人见走大会吃 健康乐活 来就送精美经验品 现场还可以抽大奖 9月24号上午8点 与你相约在外木山渔港前光创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起庸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毒 木科解王等灰宏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参拜 感受发醒 各位朋友请注意 土地如符合地价税自用 及减免规定者 请记得于9月22日前提出申请 错过 要再等明年咯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杯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播放进到大杯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央新闻现场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与金融市政府教育处 配合国民体育日 西手办理水域安全嘉年华体验 即趣味龙舟版竞赛活动 超过了500位国中小高年级的学生参与 增进了学生亲近海洋的能力 也串联了专属基隆市各级学生的城市运动技艺 32校超过500位学生摩拳擦掌挑战趣味龙舟版竞赛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除了在学题之外 可以参与到很多不同的活动 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然后让船越快 这几年来的向海致敬的政策之下 这个水域安全事件平船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趣味的方式 让更多的自动式的这个各级学校的学生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长安 西洋市政府为了这个推广水域安全 以及这个就是让小朋友更多元的去体验这些水域活动 我们跟海洋大学合办这个2022 把龙舟版计会竞赛体验 那除了让小朋友体验水域活动之外 也训练这个团队合作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要把龙舟版往前这个滑行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藉由这个活动 除了推广水域安全之外 也用气味的方式 来让小朋友 学生来体验这个团队合作 那相信这个活动 都非常受到基层老师 以及基层学生也会欢迎 那未来会继续期待 除了海上紧张刺激的趣味龙舟版竞赛外 岸上还有两座超大型的清水体验池 主办单位宣导救命舞步防逆十招外 还与学生进行互动式的水域安全宣导 让学生在欢乐的情境下 认知与完整的学习到开放水域活动时 需要注意的安全自救与防逆事项 好玩 下次还要不要再来 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位在九份上的黄金博物馆 是相当知名的景点 不过您知道在它的后方山腰 还有一座金瓜石神像吗 在台电积极修复下历史五年 这一座百年神社重现世人面前 结合AR科技再现百年历史场景 重回当时的黄金岁月 行金鸟居石灯笼沿着阶梯走往神社遗迹 这一座位于黄金博物馆后方山腰的金瓜石神社 创建于1898年 是台湾史上第三座神社 也是当时地方重要的信仰指标 不过受到战争的损坏 仅存两座鸟居集展石灯笼 及社殿的地基与梁柱 这一座神社是一座鸟居集 一座鸟居集很有名的座材 这个山心家是第二座 第一座是一座的四座 五座的座鸟居集 因为采访要有大型的名字 这座鸟居集团下来的座 这是第二座 第二座就是我们家河 十年七月完整做这个座鸟居集团 因此从2017年起 以台电启动神社修复计划 以残疾保留及保护梁柱 不倒的方式进行修复 过去大家来黄金博物馆游览 那因为神社没有特别被指出 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修建 所以大部分的游客 大概是经过而不知道 那那个神社事实上 是在黄金博物馆背后的半山腰上面 今天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参观 那希望未来它会变成一个 台湾我们的国民觉得心目中必来的景点 台电古籍修复成功 掌声鬼 在台电代理董事长 经济部次长曾文森敲锣下 历史五年百年神社在中秋节重现四人面前 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 感受乘风已久的百年曠山历史 看起来很漂亮很壮观 对 之前没有来过 没有来过 第一次来 其实是来九分好几次 我是来这边 我是外国人 然后我是觉得今天刚好来这里 然后看到 是第一天开放 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我朋友有介绍说 这边就是日本以前的一个建筑 那我觉得是对我来说 日本跟台湾文化就是 就是我就是很有兴趣的 台电修复古籍的用心 也获得地方赞扬直说相当感动 台电在维修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有看到说 他们发现竟然附近还有一些残疾 后来又再次跟文化局提出一个 修正的一个用心 后来连同神社附近的这个喷水石 也一并的展示 其实真的很感动台电这一次 然后很用心的来帮我们神社做一个古迹的再延续 还这样就是有了 然后你就按一下 下 除了维护古迹现状 修复团队更将古迹与AR科技结合 还原第二代神社的木质寮居与玉神等等 游客只要用手机扫描 QR Code就可以看到这些已经消逝的百年历史 甚至能和他互动合照 科技的方法让过去的历史面貌 历史建筑的面貌 能够在你的手机中呈现 那这是一个扩张我们体验方式的一个新的办法 坦白讲最近很流行元宇宙 我们的世卫部还有一个跟宇宙相关的科 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过去这些 跟未来甚至对未来的想象 透过这些动画跟特效的形式 能够呈现让大家的想象的 能够更有发挥的空间 台电方面提醒 由于黄金博物馆本山五坑出坑口 还有零星工程必须暂时关闭道路 因此金瓜石神社正式开放时间 会再另行公告 台电方面也透露 后续将针对太子宾馆等历史建筑 做修复工作 希望早日修复完成对外开放 让游客能更完整体验 百年黄金三层的人文历史魅力 记者张琪腾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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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Start 请不吝点赞 您的设计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寬屏 怎么叫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 那就快换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寬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极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